记者杨纯会台北报道,针对2018年县市长选举,民进党派反九个执政县市将提名现任者,据指出民进党选对会经召开会议,决议第一阶段提名时程将于11月29日中职会通过后,同日召开造势记者会,届时将由党主席总统蔡英文公布争取连任的九个民进党执政县市长提名名单。 此外,据指出,选对会将在11月27日在开会确认,包括民进党在台东里征召提名的民进党立委刘兆豪,南投县里征召南投县草藤镇长洪国豪,两人选渴望也在29日完成提名作业,当日完成9加2提名。 民进党在执政县市将提名现任者,包括基隆市长林又昌,桃园市长郑文灿,新竹市长林志坚,台中市长林嘉龙,张化县长魏明谷,云林县长李静勇,嘉义市长图兴哲,平东县长潘孟安及澎湖县长陈光复。 此外,民进党在台东县里征召民进党立委刘兆豪,南投县里征召南投县草藤镇长洪国豪,民进党发言人王敏申经于中常会后转述,选对会于中常会报告,为人选。 在党内有共识,地方也有支持,希望尽快展开辅选。选对会上周已赴南投,协助辅选会议也会尽快至台东展开辅选工作。更新时间16点53分分。